淡定,这里是三国,大将对阵真的会大战二百余回合吗?图。 三国演义里描绘战争场面时,经常说双阵队员,然后双方主将叫阵开打,在大战几十或几百回合以后,根据打的结果,盛方士兵在演杀,比如在第六十五回中,写张飞与马超白天大战两百多个回合。 晚上又接着交战,又是数十个回合,三国时期将帅之间的交战用的都是回合一词,那么什么是回合?三国时期大将对阵真的会大战二百余回合吗? 古代冷兵气时代作战,都要近距离接触,所以团队急剧的冲击力量是取胜的官,见胜利教,即是,失败教,败计。 因而作战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春秋的,时候以车战为主,一般都列左中右三军列阵后在厮杀车阵在前途兵载,后掩护已经开始形成成熟的阵法了。 由于一般战斗时,中军不会首先投入战斗,所以总是两翼张开进行冲锋,如果两翼阵型不散这样,就形成了两翼队员。 虽然兵种逐渐增多,但是列阵厮杀,中军最后投入战斗的模式,基本形成惯例,所以就是到了后期两翼的部队也总,是布置在比较靠前的位置,还有一种排兵列阵的方式,叫阳行阵这时就不是三军,而是两军的左翼叫左针右翼叫右针。 到了两翼未进南北朝时期,铠甲和马鞠制作技术,取得了很大的进步,骑兵的装备和战术更加娴熟,是逐渐成为战斗的主力,对战斗的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,这时很多梦将就会披肩直锐,冲锋在前,在两军阵中来回厮杀,有可能形成将对将的厮杀, 斩获敌军大将自然容易鼓舞士气,但这绝非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,不其配合,按照一定的阵法攻击敌军,还是这个时代两军作战的主要形势。 可见,在中国有史记载的战历中,并没有两军主将先厮杀二百余河,然后重军是再集体群勾的场面,是与古代小说《如三国演义》中战争场面的描写,那完全是从吸引人的角度入手,浓墨重彩地刻画主要人物的勇梦国感,着重描写英雄人物而已。 那么,到底什么是一个回合呢?三国时期大将对阵,到底有没有战过二百回合? 回合,作为三国演义中经常出现的交战用语,本来是指古代交战时的一来一往和就是交,交战的意思最开始,回,与,和。 指的是车站中的一次交战商朝到西汉初期东,是以车站为主车站开始的时候,交战双方的战车,驶向对方先是双方距离较,远时用剑互相射击,战车靠近之后,改用割矛交战,战车擦身而过。 驶向远方再一次用弓箭对射这个过程称为合,当战车驶远之后必须各自再转过头来准备第二次对弓,这个战车掉头的过程就是,回,然后,两车再使劲而合,所以交战的顺序事先,合,后,回,而一个,回,必有一个,合。 而,与之对应在这过程中,一方失败,才算是战争结束到了西汉之后,作战的对象变为北方的匈奴人。 淡定,这里是三国三国人物卡通漫画套组独家火爆销售。